我们这一讲主要就是讲解下关于存储过程的一个管理 存储过程管理主要是分为两个内容 一个是查看某个数据库下面的存储过程 另外一个就是针对已经已存在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做的一个删除操作 那首先我们看查看数据库下的存储过程 查看数据库下面这个存储过程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某一个数据库下面去直接查看它 当然也可以在我们进入到我们的DOS命令下面来直接查看 首先我们看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那个DOS环境下面 那么进来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去操作它 where db 这里面这个db的话我们就查看的是我们compromise这个数据库 下面的这个存储过程 当我们进入这个命令之后 那么它就会显示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那这个是lame lame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存储过程的一个名字 然后它这个类型 然后它这个创建者 然后修改时间 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安全性 以及它这个编码 这里面都会给我们显出来 我们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在compromise下面 创建了一个pdemo1然后pinsertdemo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pinsertdemo2 这么多存储过程 当然这样的一个存储过程我们看到之后就会显得比较杂乱或者说这个 列表显示不是很好看 但是针对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我们就是直接use compromise我们进入到这个数据库下面来 然后我们看这个存储过程 这个数据库下面的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可以通过 第二个第二个就是查看我们当前使用的这一个数据库下面的这个存储过程 它所返回的就是这个存储过程这个列表 我们给它运一下 然后name 然后frommysocker.proc 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得出我们这里面的一个存储过程 它有哪些存储过程 当然我如果说是想看这一个存储过程 它的一个存储过程的一个编写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就是看我们这个存储过程的一个创建的一个socker语句 然后这个存储过程名字是pdemo1 这里面的话就会显示出pdemo1 它的一个存储过程 相关的一个创建的一些内容 但这种方式的话 它也会有出现这种 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就是 我们先看 我们从这里面去采用出来 mysocker.proc 这里面采用出来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从最开始我们这里面来看 除了有db 还有lame 还有type之外 还有language 还有我们的一个 这里面去找一下 这里面我们去看一下 那么通过这个mysocker.proc 当中去查询 查询的话 它这里面有一个 bird 这个bird的话 就是我们创建的这一个存储过程 它的一个创建的一个 socker语句 那么我们查询的时候 可以直接这样去查询 就是select 然后我们spe cefc 还有我们bird 然后run mysocker.proc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加一个 where 我们要查询哪一个存储过程 那么这里面 我们给我们查询一个 所以我们找一个存储过程 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找一个存储过程 如果我们找p insert demo4这个存储过程标记一下 然后我们放这里面我们查询一下 把这里面稍微 多打了一个空格 这里面就是我们创建的这个p insert demo4这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它的名字是p insert demo4 然后它的一个body 这个body的话就是我们创建这个存储过程的一个说回语句 这个语句也就是我们之前所创建的 这是我们关于存储过程它的一个查看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删除这个存储过程 删除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来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删除的时候我们可以比如我们把这个存储过程删掉 我们把这个存储过程要删掉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存储过程它这个创建的一个语句先给它标记一下 那么删除的时候比如我先删除的是dorp plc dure 然后if 如果说存在这个存储过程呢我们就给它删掉 那么比如我们把这个insert demo4删掉 现在一个已经删掉了 现在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刚才打印出来的select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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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关于存储过程的一个修改 那么这个修改的话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参考手册 打开参考手册之后 我们找到这个存储过程的一个修改 那么这个存储过程的修改的话 它里面有很多个参数 首先是water 然后我们的一个prose viewer 然后再次我们这个存储过程名字 存储过程名字后面 这一个呢 它是一个可选项 而这款项里面它有很多个 那么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这几个的一个含义是什么 我们打开我们这个思维导图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存储过程它的一个修改当中 这里面就是第几个参数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去修改一个存储过程 那我们修改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可以修改demo1这个存储过程 water 然后我们的是demo1这个存储过程 然后后面的紧跟着就是这里面这些关键字 比如说第一个是 lowsocker表示指程序中不含socker语句 就是我们把这个改一下 我们可以先改之前 我们先打开 我们看 我们给它对照一下 先看一下这个demo1 它里面这一个socker语句 就是我们这个demo1它的一个存储过程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一个company 然后selectspecial 然后name 然后perlick 然后run我们的一个mysocker.plc where我们的special name它是等级 我们这里面是我们看的是这个 这个是pdemo1 pdemo1 我们查询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insert的语句 就是这个demo1 它是一个insert的这样的一个语句 那我们现在给它修改一下 修改的话 我们就是给它变成一个 lowsocker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lowsocker lowsocker 然后我们再整一下 这个存储过程它是不存在的 这是一个pdemo1 我们重新把它改一下 改成那个pdemo1 我们再整一下 这里面现在已经修改了 修改之后我们在这里面再去看一下 我们再把刚才这个命令再去执行一下 我们再把刚才这个命令再去执行一下 现在我们看比较一下刚才这个存储过程 刚才是一个disclare 然后是插入一个socker语句 这是一个lowsocker表示 只存储中不包含socker的一个语句 这是我们刚才修改的 然后我们可以表示只存储当中包含读数据 然后我们可以 你看这个 还有一些权限 这个权限我们放在后面来 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去修改 比如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再给他修改一下 cdre 然后把demo1给他修改一下 然后修改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个比如comment 然后这是通过修改注释的 注释的存储过程 咱们再给他支援一下 然后这里面都已经修改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存储过程再给运行一下 这是我们刚才修改这个存储过程 这是通过water这个命令 当然通常情况下的话 这里面主要修改存储过程 主要就是修改这个存储过程 它的一个建务权限 好 我们再讲到一个主要内容的话 实际上就是要了解 查看我们这一个数据库下面的存储过程 是通过几个命令去查看 第一个是要通过我们这个数据库 去知道有哪些存储过程 第二个呢 要知道我们如何去查看当前数据库下面 有哪些存储过程这样的列表 第三个呢就是要去通过这个命令去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存储过程 它的一个创建语法 但这个还有一个是我们这里面通过shall create 这里面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存储过程它的一个创建 这就是我们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内容 这个存储过程 我可以去封出